我呢就是说也买了一个养老保险 对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婚姻 就是首先这个男人能够承担就是说我这个养老的愉快 相亲现场 大妈大胆提出不合理要求 而大爷面对着比自己小时来岁的大妈 他会怎么选择呢 老姐们别着急划走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相亲 今天来相亲的刘大爷61岁 别看现在老头穿的板正利索 以前的他可不是这样的 在30多年前大爷以前组建了一个打警队 虽说工作很辛苦 但回报非常丰厚 实实在在的赚了不少钱 赚到钱后大爷给自己交了 最高规格的养老保险 除了这4200块以外 大爷还有其他的收入 靠着退休金跟租的 大爷一年也不学吃手喝 别说老头手里还要不找存款 我一般要找着合适的办理的情况下 就是老了动它不动的 我想雇个人 雇个宝不送我 但是你这个房子 你目前看无二高一年 再买房的话是你要自己买 那这个不成啥压力 再继续这方面好像还没啥问题 否则咱也不能到这来 从大爷这语气跟态度可以看得出 大爷手里的存款买个房是轻轻松松 就是这么优秀的一位大爷 在婚姻方面却非常不幸福 在大爷32岁那年 跟前妻离的婚 离婚后大爷一直单身 就在50岁那年 他遇到了第二任媳妇 和两人只在一起不到五年 大爷就再次选择了离婚 对于这次找对象 大爷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得家里去珍惜 我想怎么呢 就尽量达到他的高兴 摸头皮的喜要啥 我尽量努力的让他高兴一天 那俩人乐呵 生气了就哄了 女儿好哄 我说大爷 你哪里来的自信 你要真有这本事 还至于离婚两次 六十来岁了 还要上相亲节目吗 也不说废话了 那么现在的大爷 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不要求身高体重 至少我看的 所说这是舒服就可以 经历方面我都不要 只要你跟我打 一心过意过意的 你这一切些我都负责 我绝对不像其他别人 那那么做 就是你有病的 把你推出我一斤 那不是我所 得知了大爷的要求后 红娘瞬间就想到了 一个合适的大妈 在啥呢这是 我去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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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那个也是做红娘 你也是红娘 吴大妈49岁 在网上靠着直播 给别人介绍对象 经过她手介绍 成功的那也不少 要问大妈 为啥当起了红娘 其实她是有些小心思的 也是为了增加的收入 还是说就是为了 帮别人介绍 因为我本身 我自己也是单身 我也离婚好多年 一方面是说 通过这个平台 想给一些单身人 介绍对象 另外自己 也想找一个对象 寻找一个家庭 怎么了大妈 友好的你先挑呗 我呢就是说 也买了一个养老保险 对这个就是第二期的婚姻 就是首先这个男人 能不能承担 就是说我这个养老的愉快 相亲现场 大妈大胆提出不合理要求 而大爷 面对着比自己小时来岁的大妈 她会怎么选择呢 大妈离婚已经很多年了 在闺女才四个月的时候 她就跟前夫离了婚 带着闺女离开了家 现在的这个房子 就是当时租下的 刚开始大妈自己开着一个理发店 可言最近几年生意实在不景气 加上想找个对象 她就干起了红娘 在去年的时候 大妈自己交了养老保险 每年需要一万多块钱 去年的时候 刚刚就是说的那个 买了一个养老保险 一年这么多钱 也得交一半多 一万多 看来大妈不是缺老半了 是缺了冤大头了 那大妈现在想找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我就先找一个 有点稳定工作的 有点稳定收入 也就是说自己有个稳定房子 五十至六十之间 现在都可以 就比你大十岁往上的也能接受 红娘一听 大妈虽说还需要交十四万老保 但是人家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万一大妈根本没想过 让老头出这个钱呢 于是便打算安排两人先见见面 我姓刘叫刘五将 你好你好你好 两人见面后 被彼此的第一印象都还挺不错的 长相这一块 咋说呢 还有一半吧 在我的心里当中 人演员好像还可以 就挺顺眼 其实大妈也不在意演员不演员的 主要还是老头你有钱没钱 于是便直白的问了出来 你你是从事什么行业这个 我呀 其实要细说我是农民 隔人在农村里头是搞了搞了点 就是打井 那现在呢 现在什么也没干 就修了 属于当时不是自己干井堆自己做买的嘛 然后自己交的 自己交 自己交 老保险 因为现在才四千元 四千差七块钱付到四千啊 哈哈哈哈哈哈 听到大爷每个月推休金 将近四千二百块 大妈非常满意 而最让人没想到的是 大爷对大妈的职业 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他变得当然是是个好事 嗯 我对于这个非常有好感的时候 这个这个地方 这个我非常羡慕 我就是说是大妈 小伙子从这行业 此时的大妈看到 南方对自己还挺认可 欣慰也得意了起来 看来老头是看上自己了 那也不说别的废话了 直白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呢 就是说也买了一个养老保险 对这个就是第二次的婚姻 就是首先这个男人 能够承担就是说 我这个养老的愉快 相亲现场 大妈大胆提出不合理要求 而大爷 面对着比自己小时来岁的大妈 他会怎么选择的 大妈提出的这个不合理要求 惊呆了大爷 呆愣了一瞬后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爷说出的话 并没有让大妈满意 我问你能不能够交老保 你说这些啥意思啊 于是变更加直白的 问起了这个问题 养老保险这个问题 大家应该都了解 必须交满15年才能给你发钱 大妈只交了一年 也就是说大妈想要 让未来的男人承担14年 总计14万的金额 你这算盘打地我都听到了 也让大爷陷入了沉思 留大爷每年利息就不止一半块 他根本不差这点钱 可大妈开口就理直气壮的提钱 让大爷心里非常不爽 有句话说争着不住 让着友谊 我就反对其他别人给我加上一些 就是在这方面给我加上一些轮廓 让我不是差这些钱 我不是差 但是这个事让我顺 换取一种方式 让我顺着好事很难言 我就这么性格 你要顺着麻烦 或者这个方面 你家里脸要真的还是老婆 或者长这么毕业 我不差 那么大妈听到大爷这番说 是怎么想的呢 现在的想法是啥 你想成个家 这是我自己本身的想法 但是现在你给我的感觉 你成家的限制条件 是这个人必须得给你教养老婆写 大妈的这段话 红娘心里有了想法 对红娘的询问 大妈没有否认 因为她真是这么想的 但是大妈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又有这个能力了 或者啥的说明这个人 她有一定的担当和责任 对不对 因为钱不是很多 就是说现在要 如果要找一个对象 过个礼或者怎么样 她不也得有几万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 如果她又做不到 或者在我不往前进行 我也不进行改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是你凭你的什么东西 上来就要人老头的14万块钱 哪怕你把家里收拾 利索板正 也算有个优点 你看看这个屋子 乱七八糟 不知道的以为 你住车库了呢 大爷也是考虑了一下 然后就做出了决定 说呢 咱俩做朋友吧 可以 就这样 两人的相亲失败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看北方中老年 相亲的可以关注我 持续更新